日本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H-3 4号下午成功升空 这是H-3火箭连续第三次发射成功 代表进入稳定运用阶段 日本航台工业也向前迈进一大步 而在火箭上搭载的是军事通讯卫星 火箭喷出大量烟雾 无惧厚厚云层直冲天际 在场媒体惊呼连连 工作人员鼓掌欢呼 因为日本新型火箭H-3四号机 历经四次延误 当地时间4号下午3点48分 终于从陆尔岛线中指导太空中心升空 H-3火箭是由日本宇宙航空机构JUXA 跟三菱重工共同开发 推力是9月底退役的前一代H-2火箭1.4倍 成本直接砍半 H-3连续三次成功发射 代表进入稳定运用阶段 是日本航台工业的重大研发成果 这次任务另外一大亮点 就是火箭搭载的黄三号军事通讯卫星 黄系列卫星使用X波段 特点是速度快 容量大 而且不易受气象条件干扰 黄三号也是黄系列 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能够24小时监控特定区域 三颗卫星串联 通讯更快速 容量也更大 这三颗卫星覆盖了太平洋 印度洋以及日本上空 形成独特的印太网络 大幅提升自卫队的应变作战能力 邱凯文编译